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吃多少微益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蓝莓的功效与作用 一 增强记忆力 蓝莓在所有的蔬果中拥有极高的抗氧化剂 能够促进脑力和减少24海膜藻老性痴呆症等 科学的饮食需要花青素 这有助于延滑衰老 如果选择花青素 蓝莓是重要的选择 它具有防止功能失调 改善短期记忆 提高老年人的平衡性和协调性等作用 蓝莓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而当这些营养物质进入人体后 能够有效的减缓人类的衰老 而其中天蓝莓花青素是有效的抗氧化剂 大多数人都知道 其实蓝莓在水果界是抗氧化能力强的一种水果 这意味着食用蓝莓可以有更多的针对衰老 癌症和心脏疾病的抗氧化能力 蓝莓酱果可以增强人体对传染病的抵抗力 蓝莓酱果也是一种高纤维食品 蓝莓含有相当多的钾 钾能够帮助维持体内的液体平衡 正常的血压以及心脏功能 而热量却只有80个卡罗里 蓝莓在抵抗自由基 特别是活性痒与各种疾病 如癌症 先天性免疫系统疾病 心血管疾病 有着密切关系 自由基可以在许多环境中产生 并在人体内恶化 引发各种与之相关的疾病 通过储蓄自由基 可以预防这些病的发生 减少养自由基对细胞膜 DNA和其他的细胞成分的损害 预防体内功能紊乱 增强人自身的免疫抗病能力 那么蓝莓可以放多久呢 蓝莓的成熟期啊 是每年的6月到8月份 这时候温度较高 周夜温差大 有利于蓝莓营养物质的形成和积累 甜度更高 但是这时候 细菌的泛制速度也很快 新鲜蓝莓啊 买回家以后 最好马上食用 常温下最多放一天 放在冰箱冷藏时候 不能超过五天 蓝莓可以冷冻保存吗 稍用加工冷冻是可以的 但是家庭冷冻不建议这么做 蓝莓的生产期是在夏季 此时温度较高 从产地运往各大城市 需要一定的时间 为了延长蓝莓的保存时间和新鲜的口感 会使用特殊的冷冻方式进行储存 这种方式是可行的 家庭冷冻则没有必要 也不建议这么做 对蓝莓的口感和营养价值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盒蓝莓中 如果有个别的蓝莓发霉了 是细菌泛质的表现 需要尽快试用 先将发霉的蓝莓挑出来 然后观察其他蓝莓有没有发霉的情况 如果有发霉的 继续将发霉的挑出 然后将整个蓝莓进行清洗 清洗的时候需要加上食盐 浸泡半个小时 漂浮一遍后再吃 那么蓝莓一天吃多少合适呢 60克左右就可以了 市面上的荷尔庄蓝莓 一般是125克 60克就是半盒的样子 一盒蓝莓可以分两天食用 蓝莓中含有维生素 矿物质 蛋白质 花青素 β护萝卜素 泛酸等营养成分 一般人群都可食用 下面我们再谈谈 吃蓝莓的禁忌有哪一些 一 蓝莓不能和牛奶乳制品一起吃 蓝莓啊 属于一种含维生素C的酸性水果 牛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两者不能一起适用 因为维生素C会和蛋白质凝固 非常影响人体消化 容易导致腹泻 腹痛等症状 建议两者分开一小时 食用 二 蓝莓不能和高钙食物一起吃 蓝莓中含有一种草酸盐的物质 它与钙质相冲突 会影响钙的吸收 所以蓝莓不能和高钙食物一起吃 建议是用蓝莓两小时以后 再摄入高钙质食物 三 蓝莓不宜喝寒性食材一起吃 蓝莓本性寒 属于一种寒性食材 它不易与汗性的食材一起食用 特别是体虚胃寒的朋友 如果同时食用蓝莓和其他汗性食材 容易导致体内寒息加重 食肢发冷和引起慢性肠胃疾病 最后我们再了解一下 哪些人不适合吃蓝莓 蓝莓属于一种高营养含量的水果 有通便 沥变的功效 複泻患者吃蓝莓会加重情况 所以複泻患者不适合吃蓝莓 蓝莓中含有一定的糖分 所以糖尿病人不适合吃蓝莓 糖尿病人应该注意平衡膳势 也就是在总热量控制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做到骨类 肉 蛋 奶 蔬菜 及水果种类齐全 以便获得均衡的营养 建议吃生糖值低的蔬菜 例如黄瓜 西红柿 青菜 芹菜等等 蓝莓是一种很常见的水果 男女老受接益 但是一样东西吃太多 对身体都不是很好 主要的是 饮食搭配一定要均衡合理 蓝莓虽小 但是营养价值丰富 合理搭配对身体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三 肾脏或胆囊疾病患者 肾吃 这类疾病患者要避免吃太多蓝莓 因为会加重病情的症状 四 食咳而知 平日里吃蓝莓的时候 一次不要吃的太多 要控制每次吃10到20克就可以了 这是因为 由于蓝莓中的汗棕草酸盐 过量食用 会在体内产生解击体 反而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的 朋友们 听了以上的介绍 你感觉怎么样呢 不妨在视频的留言区留言 与大家共享你的生活体验 好 我们今天的知识分享就到这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